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能往生极乐世界吗? 这是许多佛教徒 尤其是净土宗念佛人最关切的一件事 最近一位王者生前就特别交代子女 一定要请到某位居士为他开示 因为这位发大心的居士 不但注念过数千位王者 同时开示说法的功力深厚 不仅王者出现瑞相 连扬上家眷也因此获益良多 以前在注念团就常常看到有些莲友 每次见到师父 就会千拜托万叮咛地说 叔父 一后你一定爱给我做念 在车开始爱做上色 时间越短越好 佛习出家前 初次见到师父 也很关心地问 师父 您看我能够往生吗? 师父回答说 没问题 有我帮你 一切OK 出家之后 隔了一段时间 我又问师父 师父 您看地子能够往生吗? 没想到 师父竟然说 这要问你自己啊 诶 师父怎么改口了 以前明云说 我一定可以往生的 可是 现在怎么不挂保证呢? 为此 佛系非常担心 不但专注地听经文法 同时也努力读诵净土三经 包括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佛经 以及佛说阿弥陀经 透过经文 以及许多祖师高僧的开示法语 佛系终于明白师父的意思 原来 往生三资良 也就是三种必须具备的要求 为信 愿 行 对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必须具备 深信 窃愿 以及利行 简单说 深信 就是相信 有阿弥陀佛 与极乐世界 只要念佛求生 必能达成愿望 窃愿 就是要至心发愿 命中往生净土 例行就是念佛 净土宗第九代祖师 偶艺大师说 得生与否 全净信愿之有无 品位高下 全由持民之深浅 也就是说 有信愿 就一定能往生 但如果没有信和愿 就不能往生 然而 对极乐净土的深信和窃愿 如果没有依靠平时的长期薰修培养 是不可能 是不可能在我们心地中 深深地扎根下去 不具足信愿的念佛 是无法感通阿弥陀佛的愿力 想要往生 就比登天还不容易 大陆东灵寺住持 大安法师便叮嘱说 信愿至关重要 千万不要以为 平时泛泛悠悠的念佛 就一定坐在阿弥陀佛的大愿船上 不管怎么样都能往生 他说 这是自欺欺人 还是要注意培养 深信 窃愿 而且老实念佛 多多益善 他定的标准是 每天至少一万生 至于 因请请托师父与居士 仔细开示的人 难道不是信愿念佛吗 地藏经的这段经文 提醒我们必须重视 经文说 我们这难言菩提众生 纵使在生前广行各种善事 但到灵敏中时 也会有百千恶道鬼神 变作父母或眷属 引诱亡人 使其精神昏乱 生种种 贪爱 执着 或称恨 使他堕落到恶道里去 为了避免冤亲债主干扰 以及自己业障现前 因此需要他人注念 帮助自己生起正念 专注念佛 求阿弥陀佛 接引往生净土 不要再对这世间 任何人事物 贪爱 放不下 但如果你平时就是一个 具足身性切愿的念佛人 唯一目标就是往生极乐世界 那你就已经掌握到了 往生资粮的保证 大安法师引用 印光大师的开始说 就算是出了车祸横死 都能往生 因此 如果你想问 我能往生吗 先问问自己 有没有 信愿 持明念佛吧 南无阿弥陀佛